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三合一选举还剩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 台湾法务部门15号对外透露 截至到10号 检察官分案侦办的会选案件已经超过了800件 法务部门表示 民众如果检举候选人会选并且经查证属实 县市长候选人检举奖金最高为新台币500万元 县市议员候选人部分最高为新台币200万元 乡镇市长方面最高为新台币50万元 再看一下台湾地区的前领导人之间互相控告的案件 陈水扁告李登辉涉及的所谓洗钱案 还有李登辉涉及的所谓三大机密案 现在都是由台湾的特征组来征办 请看罢了 特征组侦办李登辉相关案件 已经确立李登辉与其执政时期的国民党大掌柜刘泰英两名被告 特征组日前陆续询问刘泰英与多名遭禁管的李登辉前随从 侦办方向逐渐趋向核心 特征组认为李登辉所牵涉的奉天 当阳等机密专案 部分资金疑似与洗钱有关 其中刘泰英涉嫌勾结台当局安全部门官员 挪用安全部门代电南非外事用款 两亿五千万元新台币 再借企业捐献名义将资金购买房舍 投入股市以及基金市场 将赃款洗钱获利数千万 另外刘泰英还涉嫌侵吞安全部门五十张旅行支票 共计美金五万元 也与洗钱有关 陈水扁向检方告发李登辉洗钱案的时候 提供了李登辉执政之后 到陈水扁接任的前两年 大约十六亿元秘账的资金流向 其中近十亿元被分为三十四笔 辗转会往新加坡等国 最后流向不明 特征组已经向新加坡检察总署 请求司法互助也将向台当局相关部门调阅部分机密资料查证 好 另外看总这个大陆电动车的商机的 现在台湾的经济部门的准备在这方面跟大陆来进行合作 请安排了 两岸汽车业搭桥会议预定11月24号到25号举行 大陆的吉利汽车 奇瑞等知名自主品牌车厂负责人 都将来台与会 堪称两岸汽车产业的年度盛事 台经济部门指出 汽车业搭桥会议将签订多项合作协议 包括台湾车辆研发联盟 将与大陆的中国汽车研究中心签订相互承认对方认证协议 以利于两岸汽车产业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 而台湾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电动车产业 希望未来三年打造十个电动车示范区 在2015年以前 台湾电动车的数量达4.5万辆 外销出口以1.5万辆为目标 如果再加上相关零组件出口 估计可创造新台币1200亿元的产值 无独有偶 大陆也正在推动十成千辆电动车发展计划 台经济部门官员分析 大陆有广大的市场 在台湾积极发展电动车之际 大陆市场是不容忽视的关键 两岸刚好可以在整车模块件 整车检测 以及标准制定等部分进行合作 共同打进全球电动车市场 台湾自行研制生产的新流感疫苗的 今天正式向可以为民众施打了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台北电线 时间再给你来主播 好的 谢谢陈轩时今天的报道 好 谢谢大家